这五种女人比白虎还可怕,谁碰到谁倒霉 1.不自爱 特别爱和男人在一起,感觉离了男人就活不了 还总是用性格开朗掩饰,其实就是不自爱 这样的女人要是被男人遇到,那可真是从头绿到脚 2.总爱聊男人 有时没事就爱聊男人 不管是男友还是其他异性 反正给人感觉一直在发情 3.脏话连篇 总是说脏话,并且把自己的脏话当作真性情 其实,明眼人都看出来这是低俗,缺乏素质 只有他一次为荣 4.爱攀比 丝毫不顾及男人的感受,特别喜欢攀比 男人的钱花起来理直气壮,一点都不心疼 5.暧昧成瘾 闲不住,总是和异性暧昧 身边的男性朋友特别多,而且特别享受被男人簇拥在的感觉 对于追求的男人,既不给回答,又心安理得享受对方的好 实在是可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